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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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些新聞說到校園欺凌 很多時候只是焦點集中在同性戀院的課題裡 很多時候好像說同性戀院 會有很多校園欺凌的事件出現 在我這麼多年的研究裡 我們發現那個焦點不是那麼窄 我做過一個很大型的研究 有5025人的中學生 我們的闊度非常之闊 涉獵到他的身體的外觀 他的家庭的背景 以及怎樣看自己 我們發現很多受害者 都不認為自己的身形是被吸引 衛生程度比較差一些 治理能力也比較薄弱一些 亦都覺得自己很肥 亦都別人看不起自己 這些都是他自己的觀感 而覺得被人欺負的原因 另外還有他會比較自卑一些 因為在他的家庭背景裡 原來他們都是屬於低下層收入的一班人士 他們的月入普遍都是低於一萬元一個月 這也可以導致他們的自卑感有一個正面的關聯 以至他會覺得別人看不起他 所以會欺負他 另外還有他父母的教育程度 我們發現調查裡邊是偏低的 尤其是父親的水平 我們看到是在小學程度下的 這可能會導致不太懂得教養小孩 亦都溝通的能力比較薄弱一些 不懂得跟別人相處 管教的能力也比較弱一些 在我們的調查裡 其實家庭是很重要的 我們發現家庭結構 尤其是沒有離婚的 是有爸爸媽媽一起住的 一個原生的家庭比較少有校園欺凌 他兒女會有一些暴力傾向 又或者有受害者的心態 反觀就有一些譬如離婚 或者單親 甚至是再重不婚的一些家庭的組合 就發現原來有繼母或者繼父的家庭裡 是更加會影響我們下一代 所以其實一個健康的家庭 我們一定要維繫得很好 然後才可以令到下一代的成長都是健康的 所以我想家庭的教育 以及怎樣去互相的溝通 婚姻的關係 怎樣去令到下一代 它會灌輸到一個正確 和人相處的一個觀念 以及怎樣去看不同的角度 去看一個行為 而不是單單扯住某一點 就是這樣其實不會的 因為一個行為的出現 一個問題的出現 就不是單單一個原因 而是有很多很多的變數和變項 我們都應該要在一起去考慮 而不是編在一邊 只是放大一個點 我希望讓傳媒 公眾人士 都看一些行為的時候 不要太過表面 或者太過偏重某一個方向 謝謝大家